大陸禁止我国多项水产品外销大陆 包括了秋刀鱼 五载鱼等水产品 记者实际走访北京海鲜市场 发现了好几摊鱼饭都有卖五载鱼 保鲜河上面产地也标示 来自台湾高雄 老板还说台湾的五载鱼 卖得很好 也很好吃 不过不知道遭到了暂停进口 直言如果真的是进了 影响会很大 记者直集北京鱼市场 谈犯热情介绍台湾五载鱼 台湾五载鱼在北京热销 摊贩一次进货就是实乡 拉近一看五载鱼箱上 清楚标明产地是高雄前证区鱼港 龙发冷冻企业 而且日期2022年11月5号 显然是大陆暂停进口 台湾鱼水产加工品前进的货 尝尝它的鱼没做过 台湾五载鱼每0.5公斤卖224台币 大陆产的102台币 台湾明显贵了一倍 但大陆的五载鱼捕捞量少 必须靠进口 台湾就成了主要产地来源 渔犯表示没听说台湾五载鱼遭暂停进口 直言如果真的被禁影响很大 不止暂停台湾五载鱼进口有影响 一向出口热销的台湾鱿鱼和秋刀鱼也被禁 这个就咱们这边的股价 记者实际走访鱼市已经找不太到台湾进口的鱿鱼 但秋刀鱼老板娘透露有台湾进口 台湾水产品暂停输出大陆 预估冲击60多亿元水产品销量 北京人的餐桌上恐怕也暂时吃不到台湾好吃鱼铲